同學們好 我們來看一下合成函數怎麼算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會有這種合成函數的概念 合成函數就是透過誰去影響 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像你說現在很多人在關心二氧化碳排放過多的問題 那二氧化碳到底從哪邊來 大家就會關心 說有可能是汽車來的 汽車排放來的 有可能是動物生活 他們的呼吸 他們的 因為二氧化碳 廣義來說還有溫室氣體 就包括甲腕 動物他們會排放甲腕的問題 就有很多的現象 它是 就那個果 它會透過某些的因 那因 要去研究因是什麼 透過什麼 產生什麼 那個概念是一種合成函數常常遇到的問題 以這個合成函數來說的話 現在有兩個函數 我們要研究 F 跟 G 的影響 我們要學會念一下中間這個符號 Circle 就圓圈 F circle G F 跟 G 的這種合成函數運算之後 還是一個跟 X 有關的函數 有些人會看到書上是這樣的寫法 也有一些書 它把它寫成 F circle G 然後 F 跟 G 有一個作用 那個合成的作用 然後作用完之後跟 X 有關 又有人這樣寫 都對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對 還有一個寫法也順便再提醒一下 還有一個寫法是 就把 F 裝 G 裝在 F 裡頭 G 這個函數就裝在 F 的函數裡頭 沒有錯 這樣的寫法也對 好 其實最後一個寫法 比較容易明白它怎麼算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寫法就相當於說 我等一下碰到的 F 裡面碰到的 X 用 G 來表示 好 因為我剛剛說了 上面這個寫法的那個概念 如果繼續寫的話 G 是誰呢? G 就是 cos x 好 G 是 cos x 那 F 又是 cos x 的函數 相當於說 我剛剛的 X 換成 cos x 這樣就好了 好 混到 X 全部換成 cos x 的話 那不就是兩倍的 後面有一個 X X 換成 cos x 好 再加上 後面有一個常數 E 這樣的話就是 F circle G 得到的 那個合常函數的結果 好 以上請同學參考 好 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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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